彰化交流道推进区计划 经营交通交流道的便利 也划设有货运枢纽区 以及产业生活区 以及农业田园区 积极营造产业与生活居民的发展共生环境 在彰化市的交通路往部分 目前捷运路往是各城盛 主要的发展交通主流 在大彰化的交通部分 目前彰化环线及北河线的延伸线 正在进行可行性评估案的采购招标作业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 预期应可顺利推动 将来与捷运路港线 以及台中捷运绿线 延伸至彰化路段部分的串联 可构成北彰化的捷运路往 其次配合捷运路往 彰化车站也正在推动 铁路高架捷运化计划 将来彰化市的交通与城市景观 将会有崭新的风貌 在连外的公路部分 现有以彰化车站为核心 道路系统向西做辐射性的发展 由北向南有张美路 张河路 张鹿路 张水路 等连外道路 均有公车路线行驶 地区性的交通相当的便捷 第二个部分 我们谈一下 彰化交流道 商机土地的部分 土地的投资 必须要有高度的专业 需要整合地理资讯 图示计划 地理赠 建筑等专业技术 MICO国土资源中心 拥有地级大数据分析的专业技术 以及人工智能 以及都记 地理赠 建筑等专业 是高度专业化的土地开发业子 目前MICO国土资源中心 掌握彰化交流道特定区的范围 一万坪关键商机的农地 它的范围横跨 彰化 秀水 和美等四乡镇 在地段上拥抱 嘉安段 县东段 赤铜段 马铭段 西新段 专业段 等绝佳的地段 目前在彰化 国土计划 和功能分区 草案中 属于城乡发展区的第一类 但不是农业发展区的第五类 我想这个两个差异非常大 MICO国土资源中心 开发的商机土地 期许让人人买得起 同时能够满足 小资族 跟大资金的投资机会 目前开发中 台湾商机农地专区 既可投资 既成证与 跟合法绝税 也当然可以获利出场 实际运用上 也可以分割 可贷款 可以持份 也可以移证 其实我们谈一下 农业区的土地使用限制 在目前 农业发展条例已经修订 除了申请农舍之外 农地 持有人不必 具有农民身份 所以各位 购地者 我想假设没有农民身份 当然可以大方的购地 那在彰化交流道特定区 第四次投资减讨计划中 也非常清楚地记载 农业区可作为农舍 农业产销必要设施 休闲农业设施 自然保育设施 绿能设施 及农村再生相关公用设施 其实在 变更土地使用的机会部分 依据都市教法 台湾省市民细则 第29条之一的规定 经过县政府审查核准者 可以设置 公用事业设施 汽车驾训练场 社会福利事业设施 幼儿园 儿童课后照顾中心 0.3公顷以下的 户外球类运动场 及运动训练设施 温泉井及温泉除草 政府重大健康计划手续的土地等 土地的利用相当多元 在农地的使用上 宪政委表示 依照都市计划农业区 变更使用省医规范的规定 面积3到5公顷以上的农业区土地 所有圈人预定 新办的事业只要经过 各墓地事业主管机关核准 即可申请变更为 都市计划的其他用地 并以这个市地重化的方式 来办理开发 只要检去土地所有权同意书 变更土地计划的书图 报寝县政策核准后 转请内政策核准后 回馈一定比例的公用事业 用地之后 即可变更为 适合的土地使用 为了降低土地 购入的门槛 所以麦购在购地的策略部分 对彰化交流到特定区的 六大优先发展区 将近9千里土地 经过整理商机价值数据的分析后 并出以下三个购入策略 以减低土地投资障碍 提高交易成功率获利率 第一个是在所有权人结构上 分析寻找不稳定的瑕疵 收购所有权结构不稳定的资产 以降低土地出售者的溢价门槽 第二个是挑选大面积的土地 总价以高于1亿为原则 以高门槛减少竞争者的加入 第三个是低价收购值分的土地 利用特有的麦购 DeFi数位产政 整合土地规模 以增加土地的赋产 最后我们谈一下投资的总结 麦购开发非常多元的计划上级土地 尤其专业本计划区多年 本计划区的土地 适合出入门 自专业投资同好 各种资金规模一起共襄盛景 各自寻找适合自己最佳的 投资策略投资部位 期待以上推荐的彰化交流到特定区 六大发展区的商机土地 能够有300万元 自备150万元起的方案 让小资组朋友轻松入手 期待土地量大的朋友 储备万柄商机土地 3.5亿元一次构组 感谢你看完这支彰化交流到特定区 商机土地专辑报告影片 更多的资讯可以上 彰化交流到特定区计划买家专区 YouTube频道 小微爱买房 浏览更多的本计划区的商机资讯 或拨打联系电话 陈又威副总经理 0905198565 或加LINEID minego777 索取商机土地的币号与价格 最后请在 minego土地国流资源中心的频道 按赞分享跟订阅 商机好土地 minego让你买得起 以上谢谢大家的观看